明天是发地址也没关系 但是不能发我家自己 不发地址 不发地址 流量一下变大 我也不想太红 走不了太热了 南京晚上的11点45分 今天我们去吃一个 在南京最神秘的烧烤 没有之一 这个摊子我只是听说 从来没有看见过 我是一个朋友 20分钟前给我电话说 好像出现了 中山烧烤摊是在这边吗 哇塞 这么难走 我先看这边黑蓬通 你们这边也没有灯 什么都没有 你这个不会上等应吧 但上等应也没关系 我订南京市 他们不知道在哪 我们是这样的 每天10点五日在这边烤 把外卖烤完了 还有老客户烤完了 就到了一点半 再移到路边上去 你们开到几点了 我们开到千辆四点半 四点半就是 辛苦辛苦 哇塞 我幸亏带了一个打光 然后这边还有人在吃 我们去点菜 招牌羊肉串 羊肉串 腰花我多吃点 蜜汁排骨是你们这边特别推荐的 蜜汁排骨是甜口 鸭汁是有嚼劲的 鸭汁我们也来个六串吧 我食量特别大的 食量特别大 我得让你满意啊 我决定 果木炭 苹果树原木 这个原木炭 租了一个小半斤 专门放这个苹果木炭 做个房间的话就好几百 我就放炭 这不是我爸水工打造出来的 辣椒粉是印度辣椒粉 配方自然粉 椒盐 我现在感觉你们家这个串的 风量蛮大的呀 大了 我们是不是在那里做生意的 你们这个平时的串都自己穿吗 对 是自己手中穿的 就是除了烤肠是净的话 原汁原味的就是很新鲜的 你看到那样 它就是烤的时候的话 就是苹果木的这个炭香 对 我都闻到 已经都闻到了 闻到了 对对对 融入到这个烧烤的肉汁里面去 太棒了 这小串 太棒了 你看这个色泽太棒了 准备开吃 羊肉串 三瘦两肥 上面撒了很多料 哇 它这个羊肉特别香 真的好好吃 它的羊肉串 不是说一块肥一块瘦 是中间会有一些筋 连带在一起 特别香 好吃 我腰子 腰子 刚烤出来的啊 腰子和烤肠 腰子 好嫩啊 阿姨我真的给你 素大拇指 太好吃了 新鲜穿出来的 你吃你会有那种感觉 就食材特别好 然后这个腰子 你吃不出来 稍心嫩 就是嫩 它家的腰花 我总结叫脆嫩 你吃起来 甚至都会觉得有点脆 咬开来 哇 它们家辣椒其实蛮辣的 我只是稍许加了一点点 在南京这么热的天气 全身冒火 但是我跟你说 汁 特别吃 它家的腰子太棒了 太棒了 吃它们家烧烤 就老板刚刚说的 真的会有那种果木的香味 鸭蒸 好吃啊 鸭蒸 韧脆 有嚼劲 特别香 哇 谢谢阿姨 阿姨还送了一个馒头给我 烤得金黄 阿姨要不要给大家看一下 露个脸 不然的话 人家都不知道 你这个烧烤店老板是谁 因为你太神秘了 也没有定位 阿姨 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神秘烧烤店的老板 阿姨特别好 牛肉串 哇 这算太香了 如果你们能有缘分碰到这家 南京最神秘的烧烤 一定要来吃 阿姨我愿意称你为 南京烧烤天花板 真的太香了 好多人都吃起来 还有一个是 天花板上面的菜叫什么 吊筋 吊筋啊 还有人说 人家吊筋 蜜汁排骨 淡淡的甜 但特别好吃 超好吃 哇 其实就这样说吧 这个菜单上面有一排招牌 你们只要点招牌就行了 个个不采雷 个个好吃 特别好 就现在在南京 我还能遇到这样的 宝藏烧烤摊 我真的觉得特别的开心 特别的兴奋 虽然现在汗牛家贝 但是我内心特别的欢愉 他们家的不管食材 不管口味 不管是口感 一定是让你吃了以后 绝对忘不掉 绝对还想来 这家在南京最神秘的烧烤摊 用口味口感降人降心 我打五颗心 以上观点代表四哥本人 你就是南京四哥 我就是南京四哥 你算过南京四哥 我吧 我